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旅游业成为最大的受债户 根据世界旅游及观光委员会表示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疫情将影响约5000万旅游业的就业人口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也预估 这次的疫情将会造成航空业293亿美元以上的损失 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一探究竟吧 教典观点plus,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我是Anding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27号 由吴依文所撰写并且刊登在创业小巨的 当Airbnb加紧取消订房,全球旅游业萧条 这三间旅游新创都做的些什么 上个月,国内旅游电商平台KKDAY爆出之前8人 同时开放员工申请的充电旅游价的消息 对比整个集团600人,虽没有达到大量解雇的门槛 但还是为了疫情期间台湾旅游业投下一颗震撼弹 同时跨国旅游住宿平台Airbnb也宣布 因应相关政策实施,也为旅行新冠肺炎 全球大爆发后的疾病控制职责 也将开放特定区域的旅客免被退房 在旅游业一片哀声载道的同时 美国知名科技媒体TechChange 访问了三家欧洲旅游新创 分别为柏林的旅游行程预定品牌Get Your Guide 旅游资讯会诊间预定平台欧妙 以及巴塞隆纳的商务旅游预定平台Travel Perk 整理出以下三个共同点 共同点一 省吃俭用,有银蛋就不怕计划被打乱 Get Your Guide去年从一轮募资获得了4.84亿美元的溢注 欧妙目前则有3亿稳定资金 而新奇的Travel Perk 则于前一轮获得1.3亿创投的资金 有了这些资本 这三家公司的创办人都表示在财务面上还撑得住这次的冲击 Get Your Guide的创办人Rack提到 他们一直以来都很省的花钱 这个月初软银还对他们很生气 因为他们太节制到没有投资更多资金在成长上面 但Rack猜他们现在的投资人应该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有足够的资金撑腰 新创公司才可以迅速把资源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例如免费取消政策额外免付费服务 以及扩边线上客服等等 Travel Perk创办人Mayer表示 有很多很酷的东西正在出现 公司已经完全将2020年营运蓝图丢到一边去 产品组跟行销组每周讨论一次新的营运方针 共同点2 蹲低跳高 借机做好基本的服务 Get Your Guide在疫情期间提升产品在地化的服务 他们投入资本将产品翻译成更多的语言 使顾客在取消行程的时候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 希望为日后催生更多的订单 而Omio则改变支出的方向 重新将资金投入主要产品 创办人Sham也提到 他们正借由这次时机来大规模补修系统的所有问题 毕竟之前每个月都有业务目标要达成 因此他们雇用了更多工程师来加注开发新产品 并扩充更多功能 例如协助顾客因应危机等等 共同点3 长期布局永远想对顾客再好一点 虽然受疫情的冲击 收益大幅下降 但三间新创公司都将眼光放得更加的长远 借由让顾客体验升级来建立信任跟回流率 像前面所提到的 Get Your Guide将产品跟服务翻译成各国的语言 提升在地化的服务品质 Truple Perk也提供三个月免费的礼宾服务 让一般顾客都能免费享有客制化预订Airbnb 机场接驳或者是会议场地等升级的服务 而欧米尔虽然无法提供免费取消预订的服务 但是他们主动寄出其他的旅游资讯 像是汇整各公司发放补偿金的清单 航班移动等资讯来提升用务的体验 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 三家轻创公司 一方面处理短期的危机 一方面长期布局 藉由目前特殊的时机来提升服务的品质 并加强规划未来更好的营运方针 他们着眼在旅游业的日后发展 期待当旅游业景气由低谷复苏时 能将更棒的产品推广给更多的顾客 总和三者面对疫情的营运状况 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在于 并未被下滑的业绩击败 反倒在疫情期间试图发展出 更健全的营运形态 以提供市场更棒的服务 Get Your Guide 创本人 Rack 则认为当重大危机来临时 巨大的机会也会伴随而来 应当相近 此时时刻是一个让消费端 供应端以及整个旅游业 变得更不同的大好机会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现实不只有旅游业 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受到了这波疫情的影响 面对全球经济萧条的状况 每个国家、政府、企业所因应的策略都不一样 但其实环境的千变万化 意外也是有可能会成熟不雄 这次的疫情爆发或许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课题 人生也是 可能要随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 不妨也可以参考看看 今日每日商业所提到的不同思维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掰掰